主席 主席本院各位同仁大家好 請國面長委員來聽一下好不好 請你一個多兩個來聽 在這邊我們提出產狀條例第八條之一的修正法條 我們是希望說會因應進口的損害 我們中央政府應該對受損的產業 提供產業的調整包含防腕措施輔助還有防衛等等的協助 並得直接對監困的產業及傳統的產業輔助基金 給予直接的補助以及進口的救濟 在九十二年我們因應加入世貿組織WTO的當時 我們發覺到會對我們的農業有非常大的衝擊 所以我們就馬上的修正農業發展條例 第五十二條的規定 那麼現在呢 政府一直在極力的推動ECFA還有FTA等貿易自由貿易的協定 未來呢一定會對我們的傳統產業競爭環境產生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那麼我們希望說 雖然政府有優惠會的獎勵措施來鼓勵產業轉型 但是呢相對的另一方面也因為鼓勵產業轉型會對我們的農業來相對的弱化 也會對我們傳統產業的金正利呢有所削弱 所以我們未來的傳統產業將會面臨著非常嚴厲的一個考驗 有建議此為了符合產業轉型的正義以社會的正義 弱使政府照顧福祉弱勢的公共義務 在政府推動產創的同時不可以偏袒只有一方 我們是希望全方位的照顧 所以我們希望呢中央政府呢對我們未來受損的產業能夠提供產業調整 還有防範還有協助對產產業監控的傳統產業的補助基金呢 能夠給予直接的補助進口的救濟 以確保整體經濟穩定的成長 所以在這邊呼籲國民黨的委員能夠真正的落實與聽到中小產業傳統產業的心聲 八條之一的這個增定的法律案 希望國民黨的委員能夠真正的落實苦民鎖苦 真正的落實對產業的照顧 希望國民黨的委員能夠同意這一條增定條文的通過 謝謝大家